一份由清华大学制定的中国养老体制改革备选方案提出 从2015年开始逐步延迟领取养老金 到2030年实现普通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 那么这个方案公布之后引发极大的争议 有评论指出 推迟领取养老金政策的提出 证明中国大陆养老金账户的资金亏空 已经巨大到无法填补了 无论当局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 都是在用百姓的钱为政府的坏账买单 据中国胡舍人民网8月21号报道 今日中共人类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外界投入 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社保研究机构和高校 正在研究制定养老改革备选方案 其中清华大学在12号拿出了一套 延迟到65岁领取养老金的方案 在人民网公开征集意见 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有评论指出 就目前中国现状而言 女性到40岁 男性50岁就会进入就业困难期 70%的人不可能工作到65岁 在这段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 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老人将如何生存 现在假如像我们去找公司超过50岁或者是超过40岁的话 他一般年他都是要留去年轻人的年龄大大 你又不拿退休机又还要交养老保险的话 这些人都是一大困难啊 其实啊这是一种杀鸡取暖 你可以想见而知老令的这些人呐 如果没有养老金或者是医疗保障这种体系的威信 这些人就会可能提前走人 因为50多岁靠修自行车的微薄收入来缴纳每年8000多元养老保险的老人质问 我到死还能享受几年养老 引发了无数老人的共鸣 曾经有人计算 按照中国养老保险最低缴纳年限15年来计算 最少要领取15年到20年的养老金 才可能领出自己缴纳的费用 而按照中国目前人均寿命75岁来计算 如果从60岁领取养老保险 即使领到死亡 也未必能领回自己所交的钱 有可能到我领的时候 有可能那都温暖了 那也能不看好的东西 中国长期以来 不管是医疗费也好养老金也好 还是退休 都是老百姓自己在给自己来买单 和国际绝大多数的法治国家都不同 对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理由 清华的专家们很坦白地表示 为了弥补养老保险巨大的缺口 根据中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 大陆有近半数省份养老金入部付出 截止2012年 中国养老个人账户空障超过1.7万亿元 而且这种缺口还在持续加大着 目前中国养老金空障规模保守估计 最少达3万亿人民币 未来30年将达到6万亿 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空障的产生 公认的原因是 养老保险金不断被公司双方挪用 导致坏账无法填补 账户名义上有钱 实际上无法兑现 而且这种空障 将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 而更加严重 独立中国问题学家龚胜利认为 目前养老金账户亏空 已经进入了拆东补西的状态 因此当局才想出了推迟领取的主意 但是这种方案只能推后解决问题的时间 养老金的资金亏空依然无法填补